新竹市有一个21岁的男生 他上个月30号 也就是前天凌晨 跟朋友一起骑摩托车在街头晃 结果竟然因为一时无聊 拿着改造的空气枪 对着路边的汽车就开始开枪了 两片价值40万的强化玻璃 硬生而碎 他是立刻落跑了 但是又被警察给抓回来了 好 他一时无聊乘一时之快 得要赔店家40万 今时期画面中 刘兴高中生下的汉朋友 骑着机车赶紧落跑 因为前一秒才拿着枪 把汽车展示中心前的玻璃给打裂了 发现是类似像小钢猪的物品 集中该玻璃帷幕 导致该玻璃帷幕呈现军裂状 店家一大早上班时 发现玻璃裂开了 赶紧报警处理 警方依照监视器画面 在九个小时之后就带到人 他只是一时兴起好玩 然后跟朋友出去夜游之后 那纯粹无聊 然后就想说拿出来试射一下 原来刘兴高中生从小就喜欢玩枪 买了空气枪之后 发现当天刚好是他的生日 和朋友骑机车在路上游荡 因为一时无聊就拿枪射玻璃 被打破玻璃的车伤 一早就以木板取代 因为玻璃是特制的强化玻璃 一片大约二十万 两片总共四十万 现在店家要求赔偿 为了乘一时之快 刘兴高中生不仅要赔钱 还要被依违反枪炮 但要刀卸管制条例 移送法办得不偿失 中文社和孟倩今晚如新竹采访报道